8月9号,市政协副主席严伟强县长于禁地疫情深入安乐、曹芳、方田等乡镇,警察知道当地防御苏迪罗台风工作。罗远昌、张如梅、张晋风、黄晓斌等县领导在挂点乡镇陪同检查。 严伟将要求苏迪罗来势凶猛影响范围大,各挂包乡镇街道的县领导,各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,各单位主要领导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防台风工作。 任何人不能存在侥幸心理,要密切关注台风带来的雨情,加强重点危险地段的隐患排查,周密部署防台风工作,努力把台风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。 就做好防台风工作,余见地强调,要坚守岗位,县领导、乡镇领导要到岗到位,严防死守,确保防台风责任落实到位。 要密切关注雨情和水情,加大地质灾害点监测力度,彻底排查安全隐患。 要确保万无一失,防范工作要考虑周全一些,布置要具体一些,宁可自己多累一些,要确保防台风工作的万无一失。 各乡镇负责人就当地雨情、殉情及存在的问题做了汇报。